男孩掏出手枪 好心地给被通缉的大哥防身 殊不知 这一切都是男孩的全套 除掉大哥之后 他一路凭借残忍的手段 很快就成为了贫民窟的一方势力 然而他的崛起并非偶然 因为男孩打小 就已显露出嗜血的性格 明明只有六岁的他 却十分迫切地想要杀人 但谁都不会想到 他的残忍 脸超所有人的想象 这天夜晚 大哥们本打算在情侣酒店 打劫几两岁营 而男孩被安排在外放风 感觉不被重视的他一气之下 用枪打碎了窗户玻璃 大哥们都以为条子来了 纷纷仓皇而逃 可令他们奇怪的是 男孩此时尽不见了踪影 他们并没多想 火急火燎地逃离了现场 然而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此时的男孩已化身为恶魔 对着情侣酒店的旅客 疯狂扣动扳机 男孩杀光了里面所有人 却只是为了好玩 这份快感让他的嘴角不停上扬 他的悠然自得 实在让人不寒而栗 然而事后 这场惨绝人寰的案件 大哥们却成为了男孩的替罪羊 背负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而在此期间 男孩与自己的小兄弟 靠着擦鞋的生意 赚得盆满钵满 就在他们数钱的时候 却被跑路的大哥撞见 而二话不说 一把抢过他们的钱 随后正想继续赶路 却没想到 自己会落得如此下场 从这一刻开始 属于男孩的时代已经到来 他请巫师给自己 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号 小霸王 然而他并不满足于眼前的现状 看到毒霄们穿金带银 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小霸王的心中油然而生 两人一拍即合 从早上杀到晚上 将当地大大小小的毒霄 悉数杀光 顺理成章地接管了 当地面粉生意 但唯独放过了一个红毛 因为他是班尼的朋友 可就是这个选择 将会导致自己走向死亡 小霸王和兄弟班尼接手后 先是买通当地警察 然后从生产到销售 他们的面粉生意 一路畅通无阻 从此刻开始 这座城市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由于只剩小霸王一方势力 所以几乎没有发生过 枪战或者抢劫事件 可就是在这种情势下 却有几个矛头小孩出来闹事 为了不让他们打破这个平衡 小霸王决定 亲自给这帮小屁孩一个教训 然而这帮小毛孩 还没意识到危险的到来 正在畅谈自己未来的宏图大业 小霸王的到来 把这群小屁孩们吓得四散逃窜 他逮住两只 让他们选择打手还是打脚 两人都选择打手 可下一秒 为了树立威严 小霸王更是逼迫一个孩子 杀掉另一个孩子 而这过后也将剩下的小孩 收入自己的麾下 但这同时也为自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然而与小霸王的谈报不同 他的兄弟班尼 为人处事却十分圆滑 并且总能将很多不必要的冲突大事化起 完全没有想要成为王者的样子 他们截然相反的性格 也注定会渐行渐远 而班尼刚交了个女友 就开始不再对面粉事业上心 并且女人想要安稳的生活 便劝说让她金盆洗手 其实班尼也早有打算 于是她举办派对 让大家一同见证她的选择 所有人都为班尼高兴 唯独小霸王 对自己兄弟的这个选择十分不解 甚至两人为此还大吵了一架 就在他们争吵之际 危险正悄然逼近 此前放过的毒枭红毛 竟派杀手前来所拟 可枪响过后 却是班尼应声绑地 小霸王一下慌了 看着刚还在斗气的发小一动不动 一股怒气差时涌上心头 当初放过红毛 就是因为她是班尼的朋友 而现在 红毛必死无疑 可面粉生意没了班尼的运营 销量一落千丈 没了收入的小霸王 哪有钱去购买武器为兄弟报仇 于是她对军火商动起了歪心思 想要拿枪不给钱 不曾想 这次她惹错了人 这帮军火贩子的真正老板 是当地的警察 此时的小霸王并不知情 拿到枪支的她只想为兄弟报仇 她把武器分发给帮派所有人员 就连五六岁的小孩都扔手一把 而她的这个决定 也为后面的悲剧 埋下了一个最重要的伏笔 随后 小霸王召集所有小弟 清朝出动 声势之浩大 就连当地的警察也不敢干涉 一众小弟第一次感受到如此威风 见状看到路人抓着相机 所有人全都摆好造型 等待快门的暗下 可就在这时 一发冷枪袭来 原来是红毛收到了风声 也召集了人马提前杀了过来 与小霸王的蛊惑仔帮派不同 红毛的手下 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手 小霸王的人马瞬间溃不成军 死的死 伤的伤 小霸王劫持了一辆卡车跑路 可没走两步就被敌人发现 失控的汽车静止撞向了路边 然而欲望相争落得两败俱伤的下场 警笛声却在此时此起彼伏 红毛的团伙被警察当场捉获 而小霸王也被找到 可奇怪的是 他被带到了一个偏僻的街角 原来是他用自己谨慎的钱财 摆通了这帮警察 不过小霸王虽然逃过了一劫 但花了这么一大笔钱 让他十分恼怒 就在这时 他的小孩子手下走了过来 小霸王还想着召集他们去抢点钱重振旗鼓 结果这帮孩子竟将他推倒 紧接对着他疯狂扣动扳机 就这样 一代恶霸 竟被几个矛头小孩结束了性命 而他们 也将会是下一个小霸王 至此 影片结束 本片为真实事件改编 是李约热内卢贫民窟的真实写照 一个从孩子开始 就无法无天的环境 将犯罪视为致富的手段 人性的恶被无限放大 而这里被人们称为上帝之城 一寸被上帝所遗忘的焦土